凤林政公所二号的上午举办了 110年度原住民保留地 所有权移转登记班状的典礼活动 镇长肖文龙表示 今年度全力回复班状仪式 发出的土地所有权状有78笔 共有64人取得 面积约有44.75公顷 他也希望族人能够珍惜着 祖先留下来得来不易的土地 而立法委员郑天才 先议员蔡依济也都到场来管理 凤林政公所三楼会议室举办 110年原住民保留地权力回复班状仪式 总计班正64人78笔 面积大约有44.75公顷 原住民保留地 镇长肖文龙表示 非常感谢八位的图审委员的协助 才能够让原住民乡亲 早日取得土地权力证明 对原住民族乡亲的权力保护更进一步 五年他向前例 由于是我们郑天才委员 很努力把他跟沟通一些立法委员 今天把这个法案定下来 所以今天大家很快就可以拿到 所有权状真的是要感谢他 第一次拿到所有权状的 我还记得是我们三星那个黄松的头目 不是那个应该顾问 他称他有顾问 他讲说我拿到这个权状我可以死了 因为他讲我担了一辈子 所以我们原住民对这个土地就特别的爱惜 所以我想过去我在上台的时候 就为了这个土地原住民土地 大家就分很多 还有办的进度相当慢 我慢慢去给他调整 就是很感谢我们原住民林首长 带领我们原住民还有陈金英 他们在现场去勘察是相当辛苦 所以很快就给他进过来 立法委员任天才表示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班状典礼 尤其是这次颁发的元宝地权状 以中开段为主 他也印象深刻 因为过去台湾省政府时代 曾经计划开发中开段成为休闲农场 后来因故取消 如今才有这个机会 能够将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让后人取得所有权 也期盼族人珍惜 这份得来不易的权利 善加利用 这个保留地的业务 真的是一个辛苦的业务 我在 因为我刚刚看了那个 稍微瞄了一下那个资料 一看中开段 中开段 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 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年轻人不知道 年轻人不知道 光复乡过去马台湾有一个现役 叫梁德山 梁德山现役 我在台湾省政府 原住民行政局 当了副级长的时候 他一再的澄清 这个中开段的153公顷 153公顷 一再澄清 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族的土地 所以我在省政府的时候 就就吉利的跟相关的听处 还有相关的部会 那时候还是内政部 来去协调 终于把这个153公顷 增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镇长萧文龙特别邀请 正天才委员代表班状给首批22位族人 因为这批族人就是在正天才委员的努力下 才能免除过去的五年他向权力等待期 可以直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状 更是族人农历春节前收到最有意义的礼物了 接着林杰峰林郑采访报道